我只想說 我認真的愛過 兩個相愛的人 終竟犯什麼錯 需要愛得如此折磨 各位香港星級頻道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級訪問 我是主持Andy 近幾年有一位台灣歌手 他的歌 香港很多少男少女都很喜歡聽 也很喜歡唱 整個歌唱比賽都聽到他的歌 他就是台灣最新人氣王 周興哲 Eric 大家好 我是Eric 周興哲 你好 你好 很高興在香港 謝謝 這次周興哲來香港 其實會和歌迷見面 是非常開心的事 不如我問他你對於香港有什麼感覺 你對於香港有什麼感覺 我對於香港這次算是我第二次來宣傳 第一次來的時候是三年前 我對於香港一直以來就是很喜歡來到這邊 不管是shopping或是食物 像我們這次來吃到的 不管是早餐 中餐 晚餐都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 international 一個城市 你最喜歡吃什麼嗎 香港人吃 像我今天吃牛肉丸撈麵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叉燒飯我已經喜歡 牛肉麵叉燒飯 那最近你要多吃了 可以多吃 最近在去年年底 而Eric推出了他第三章的專輯 就是這個叫做 《如果與之後》 那裡面的歌非常之好聽 但我想捉住Eric 讓他自己介紹這個專輯 Eric 你自己介紹一下你的專輯 好嗎 有什麼特點 OK 這樣專輯第三章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製作的專輯 《如果與之後》 想表達就是 《如果與之後》代表 受傷過後的我們 分手過後的我們 希望可以你們 聽完這樣專輯可以讓心情更好 或者是喜歡聽情歌 或是電音的朋友們 也都可以聽我專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其實是預售版 所以它有一種藍色這樣下雨的感覺 然後如果對這個 這個是預售版 對 預售版 對 預售版 然後打開裡面就是那樣的橘色這樣 然後連這個設計都有一些 就是剛下完雨的 對 這是鯊魚的一個設計 對 然後還有魚的設計 然後這個CD也 對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歌詞 哇 我喜歡黑跟橘色 我覺得很有那種神秘感 故事感 對 專輯裡面其實很多這些詞 都自己寫 然後裡面也有很多的照片 然後這些都很難拍 因為它的那個煙跟那個燈都要裝好時機 對 然後會喜歡像這個紙的味道 對 對 那大家可以買我的專輯 然後好好去看裡面的 很漂亮 很漂亮的那個軍策 所以我們其實都很有心 你每一個專輯也有很多創意 就是 我知道裡面很多的 你自己作曲 這個音樂性 你自己負責 填詞的部分 你也填了不少 對 這是還蠻多的 但這次我有找 吳一瑋老師一起合作 那他是幫我寫很多 我的主導 像是 以後別做朋友 你好不好 然後就是 五個月之後 很多都是他寫的 我覺得他很了解我的 唱出來的感覺 所以就是請他當我吃個頭醜 嗯 對 哇很開心 就是這麼好的專輯 我知道呢 今次Eric來香港呢 都是要做這個專輯 他簽名會 不過我知道香港 這麼多少男少女喜歡Eric 很希望他來香港 開演唱會 不知什麼時候呢 Eric 你有沒有珠花在香港 住行個人的演唱會 有的 其實我即將在7月 會在香港辦演唱會 今年7月 今年對 哇 所以很快 然後正確實驗我會 都會在Facebook跟大家講 對對對 也讓我的 香港小星星們 也期待一下 謝謝 對對對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年輕人 特別是在一些歌唱的比賽 他們演唱你的歌 哦是嗎 對啊 我只聽到一個年輕人唱你的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唱得非常的好的 好 那最後我問你一個問題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喜歡音樂 你希望透過音樂給大家一些什麼的意義 我會喜歡唱音樂是因為我11歲去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也不會講英文 其實在很孤單的狀態下 我當時覺得一聽華語情歌 就是一種很溫馨很溫暖的感覺 那當時音樂就變成一種陪伴 那之後陸續自己開始寫歌的時候 音樂也變成自己寫日記的感覺 記錄下來的生活點點滴滴 那我覺得 就音樂 對我來說 現在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重心這樣 所以 That's why I like music 那你現在你的音樂 也帶給大家很多的溫暖 人家教你這個暖男 你這個男生 你的歌聲給大家一個溫暖的感覺 對 我覺得很幸福 然後也很不可思議 就是我的音樂現在可以陪伴大家 然後 因為我會看很多粉絲 會分享自己經歷我天天地地 然後他們都說 很感謝我的音樂給他們很多的力量 然後陪伴他們家 那Eric就說他十幾歲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很悶 那音樂呢 就陪伴他成長的 那現在他做的歌手 他的音樂也都陪伴很多新一代人聽人成長 那帶給大家一些溫暖 那我們希望呢 未來可以聽得更多Eric唱好歌給他聽 你要繼續努力 唱今天的好歌給我們 好嗎 好的 好 謝謝Eri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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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